第十四题 表示我们得到的是500克的水 那么根据水的密度是1 我就知道 这个水有500立方公分 也就是瓶子的容量 是500立方公分 现在改装满假液体 测的总质量为800 那800里面是包含了我们的 瓶子的质量200 所以呢液体的质量所以是600克 因为我们是装在同一个瓶子里面 所以我们装满之后我们的体积是一样的 刚才水的体积是500 那么这个体积也是500 根据公式D等于V分之M 那我们晓得我们的质量是600 而体积是500 消掉之后我们算出来是1.2 每立方公分克 所以呢第十四题问我们说 则可推算假液体的密度为下列何者 我们答案选的是B 1.2每立方公分克 请不吝点赞订阅 ud